这个字 这个电脑上这个没有 这个字体不对 这个电脑上字体不对 这两个字应该写成 是这样子 按照说文的讲法 经 它旁边是这个 一个 尖 尖就是研究的研 这类似的边旁 不是开 开跟尖 上面是草头 右面是刀 这是草头 这是利刀 这个讲法当然是不对的 我们 看看 先看它的示意 经 除 木也 经就是除 除就是经 两方面 第一 荆棘这个植物又叫做除 第二 楚国叫做经国 经国就是楚国 现在湖北有荆州 是一种木头 分析为 从草 形 形声 古文呢 有一种 旁边不是这样的 是叉叉叉叉叉叉的 是吧 这是有来历的 当然我们会看到 这个形声不对 说文形字讲的是 静影 从刀 尖声 这个形怎么会是尖声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字形 下面我引的这个字表 是形的字表 形本来是井声的 可以理解 形跟井的声音 当然很近 形本来都是写成这个样子 井声的 后来上面慢慢不出头了 又被这个错误的理解为了 签声 金字右边所从的那个部分 跟一般的刀往往不一样 到后来当然一样了 到后来一样 这都一样 它比较早的字形里面 它上面有两点 这个有两个小臂 更早的这种叉 周早的是这种叉叉 这个叉叉不成字 它拆不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有两种 多种讲法 有一种讲法 讲这个字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字 一定就是相当于这个金字 在做地名的时候 做人民的时候 就相当于这个金字 像这个用刀去砍这个金字 这个形状 刀还不好 刀我怎么老画不好 刀原来是这样的 或者画的好一点 应该是这样 用刀去砍这个金字的形状 所以写的插在一起 这是一种讲法 还有一种讲法 刀形跟人形确实很像 这是人形 刀形 这个也有可能像人的腿 被荆棘所割 这类的形状 这都是传统讲法 我还是觉得像割荆棘的形状 因为这个明显是刀 就是金 这个多刺的这个植物 跟一般的这个植物 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 第一 它有叉叉 它有刺 第二 你这个走路 我们有个成语叫 披荆斩棘 这个在上古时代 尤其是在这个南方地区 你要开路 你不把那些荆棘割掉 是不行的 那么金跟别的树的 跟别的植物的区别 就在于 它既有叉又刺 又要被割掉 我这样说 可理吧 还可以啊 所以它就把刀一起划出来了 所以金的这个本子 是从刀从叉叉 后来 这种特别的刀 显然不容易写 都慢慢变成了普通的刀 到了普通的刀之后 那个叉叉的那个标记没有了 它跟一般的字没有区别了 怎么办 加上了井 作为它的声音 形声字就是这样产生的 很多不同的象形字 慢慢慢慢慢慢 都规范化了 都变成类似的边旁了 怎么办 分不出来了 没有区别不明显了 怎么办 加一个声音 金就是这样来的 金有意思的是金跟楚的区别 这个很好玩 金跟楚是一鸣同时 这讲的是对的 它是 一种东西的不同叫法 它本来是一种 这个荆棘这类东西 楚是一个形声字 上面是这个林 也不是林了 是两个木了 很多树了 上面这个字念书 书是它的声音 楚是一个形声字 它是玩起字 好 又作为国名 又指代这个 周代的米姓诸佛国 但是诗经春秋早期 一般称经 古兰传有个很好的解释 讲 经者楚也 何以为之经 敌之也 可见经是一种歧视性的称呼 故楚人自称楚 不称经 这个非常对 楚国的文献 不管是传世代出土 不管是写在主解上 刻在同气上 住在同气上 称自国 自称永远是楚 只有中原人才称楚为 经 这个就可以算是 他用了一个同意的字 来代替他 那么按照古辽传的讲法 就是中原人 对他是一个灭称 孟子 庄子 荀子 多用楚 反映战国时期 楚国的强盛 这个还有点道理 战国人自己称楚 你们都叫我经 我们一旦有这个社会交流 而且我又是强大的一方的时候 显然不合适 对不对 不交流没关系 交流且你又是弱小一方 也没关系 问题不大 又交流又是强大一方 这显然不适合用一个灭称 大家可以理解 当代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战国末年 出现个什么情况呢 楚相王子名楚 不是 庄相王 秦庄相王的名字 起来孩子的名字叫楚 秦人又因此避讳 又恢复楚的灭称 叫做金 战国末年 楚也慕游了 是吧 随便叫了 不怕了 吕氏春秋 寒飞子用金 秦以后 可见吕氏春秋 寒飞子的年代 应该是战国晚期 我们知道这个 从古书里边 这个对东西的称法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书的书写年代 至少也 如果不是书写年代 至少是写定年代 大家可以理解吧 可以改吧 秦以后又普遍称楚了 金属很搞 但是他不是随便搞的 都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这个道理 之前搞不清楚 前已经总结好了 而且他这个总结 是跟不同的文献的年代 是可以对上的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这是十分之一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